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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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Like Magazine 給了一個這麼大的榮耀 給了一個這麼厲害的獎給我們 事實上我們香港中女人社 第一次參加這個比賽 能得到Like Magazine 這麼多粉絲的支持 感到非常榮幸 香港中女社 其實就在1928年已經成立 可以說是香港 第一個由中國人成立的一間旅行社 我們公司已經今年是90周年 過去一直來講 在香港都是為我們香港港澳堂包 回到內地作為一個這麼大的服務 但現在我們慢慢發展成為一間 綜合性的旅遊服務商 其次來說 我們的產品是不斷以時並進的 除了我們比較強項的回到內地旅行之外 其實我們都是開拓很多去海外的產品 例如去非洲看動物大千載 去北美洲、加拿大、黃刀鎮看極光 也都會有去澳洲各方面的一些新的產品 我們本身我們的企業的文化 我們本身就是推崇一個 競業奉獻、務實創新的 這是我們企業的精神 我們的品牌很著重我們的誠信品質 還有貼心的服務 除了剛才所說 我們不斷開拓一些新的旅遊路線之外 其實我們在服務方面 都是很多新的措施提供出來的 例如我們打造了一個新的CTS的APP 另外來講 我們其實現在香港市民透過我們的網上售票 我們是可以買澳門的船票 是可以不用出票 然後拿個QR Code就可以掘機上船 為了迎接高鐵的開通 其實我們中壘已經絕拆了一個 中壘高鐵假期的新品牌 希望重點去打造 我們未來高鐵開通之後 回到內地的高鐵油的產品 未來西鐵的高鐵站 會增設一個新的服務點 那裏會專門針對高鐵的客人 提供一個全新的服務 在這方面來說 中壘社我們希望我們有定位 作為我們大灣區一個 優質的旅遊服務營飯商 高鐵站的開通 我們設一個點 是其中一步 但未來整個大灣區的發展 我們在整個旅遊業方面來講 中壘社希望能夠出出一定的貢獻